明相学生在课堂上对老师咆哮 这是高雄中学 雄中这一个高三学生 在英文课 老师要大家交换改考卷的时候 他不愿意配合 要自己改 老师捋劝不听 于是打电话给这个学生的家长 这名男学生当场暴怒 直接走到老师身边 对老师呛吓 还在旁边不断咆哮 明明是学生 却反过来指着女老师鼻子骂 眼看老师从头到尾淡定 面对自己说话又被同学反驳 男同学情绪再度失控 如果这是我不是当场抓你包 你下次还是会继续这样子做 取听 这起学生呛老师的事件 发生在高雄最好的男校高雄中学 校放替学生缓甲 也月考前 那也因为可能高三升学的压力大致下 有一点情绪失控的这样的情形 在场学生则透露 该名男学生在班上因为人员不佳 独来独往 老师要求交换改考卷 他都自己改自己的 这会因为老师跟家长联络 希望男学生改善 导致男学生爆气 但再怎么样 也不该忘了尊实重道 毕竟上学除了成绩好 如何好好学习作人道理 也一样重要 解盘解荣浩北高雄报道